表演藝術就在我们生活中的庙回巷弄 也是国家软实力的展现 让世界认识台湾 二十年来政府透过扶植优秀艺文团队 成功让许多艺文团队 持续展现丰沛的创作与表演能量 在国际发光发热 文化国事论坛第七场 聚焦艺文团体扶植政策 讨论从村落康乐到国家品牌 该有怎样的通版考量与前瞻思维 佛汪大学艺术学研究所所长林股芳认为 应以战略思维建立国家品牌 如果我们有一个国家品牌的计划 既然叫国家品牌 它就是有一个战略目标 那么有个战略目标 就可以有它的一个真正的作为跟心愤 要有这样 那么如果这样的话 可能表演团队也应该主动评出 他们要在这样的一个战略目标里 他们可以用怎样的角色发挥他们最大的效果 有些东西搞不好 就像我们租团 不是多少年来都在办这个国际打击乐节吗 那我们评估它的效益的确确是存在的话 那么可能就不是让租团自己在支撑这样的费用 也不是我们辅助它 我们会不会达到可能在一个几年内 它是一个我们国家品牌计划里的一个战略点 这样的话比较可能跟它原有的属性连接起来 对于以达国际化品牌化的英文团体 财团法人白露思文教基金会董事长陈玉秀 也提出不同的思考角度 表演艺术有它特殊的管道 还有它特殊的特性 一个表演艺术团体如果已经是国际化的时候 就应该宿租于市场 它宿租于市场 它走遍全世界它有它的市场 然后这个市场它会选择 这个表演艺术团体它是不是永远继续下去 或者是它的寿命到哪里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看 所有表演艺术团体它的这个寿命 还有它的这个变化是如此 就例如像柏林爱乐的话 它也不是由谁去投资的 所以我是觉得 如果是表演艺术团体 讲到最后要用产业投资来谈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不一样的一个观念 我倒是觉得表演艺术团体 国家有这个责任 把它扶植到一个有品牌的团体以后 就应该让市场 应该要用市场去解决它 中华民国表演艺术协会秘书长于国华认为 应建立合理有效的补助机制 补助标准也应避免单一化 并引进民间资金 让不同类型的个人或团体 都有获得补助的机会 多元资金来源我觉得非常重要 那其实我们在讲表演艺术团队的时候 我们常常固定要有一个问题就是 表演艺术团队有非常多种 有非常多不同的发展方向 我觉得不管是叫做创投 它外面资金的进来 它有可能会分担未来的利润 可是它也分担了风险 我觉得这是一种可以尝试的合作方式 但是我们可能不必一下子就把这样的可能性给打断 毕竟这是一个已经成熟的模式 那我知道台湾有的作品 譬如说我们大家都可能很多人都看过的 宝导一村 它的制作过程里面就有来自新加坡并海大纪元的资金 那我们也有看到我们的地方政府 譬如台北市政府或高雄市政府 都用投资的方法在补助节目 然后它从票房里面去分成 我都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尝试 我觉得我们应该用更开阔的心中来想 表演艺术团队的资金怎么来这个问题 谢谢 盘点 制度松绑等持续为艺文团队注入能量 我们现在正在研究的开源政策是朝两个方向去走 一个就是把首要的做就是把我们所有的手上的法令 全部搬出来盘点 包括财税方面的法令 包括文创有关的法令 包括公共艺术的法令 去盘点带着两个目标 一个是去找说 那一类的法令 它其实已经允许你开源 但是你没有广为声传 人们都还不知道的 再比如说 上礼拜有一位音乐家 他就说 这个法制不公平 你譬如说是 你如果是这MSO交场乐团演出的话 那企业家来包场 他包场所付出的钱是可以抵税的 但是如果是流行音乐的话就不可以就不能抵税 但是按照新的文创长他这个说法是错的 因为流行音乐也可以抵税 那另外一个去找的很多类是什么呢 是法令的松绑 他可能有某个关卡 他是就是有一个环节是锁着的 因为他锁着 所以没有资源可以进来 所以我们去找这些去意义 想要做一个一一的松绑政策 文化部将建立多元的合作平台 扩产更多资源 挥助表演艺术产业 共同把扶植这柄做大 文化部媒体公关组 台北报导